好 我們今天棒球教室的 外野手篇仍然請到了 兄弟上隊的黃金戰士陳志遠 要來教大家一些 進階的高難度的 外野手技巧 那這部分當然主要是包含了 你接球之後要回傳的動作 對不對 對 那從哪裡開始呢 我想在接球 我們之前有教過接球 在固定是在中間要這樣接 那如果說雷三有跑轍 可能二雷有跑轍 三雷有跑轍 你可能要回傳到分雷或三雷 你可能就必須要在你的 在左邊你的右手 右手上方一點點 右手上方一點點 你接到球的話 你會很快快速的拿到球 拿到球之後 就往三雷的方向去傳 是 對 如果你在這個方向的話 你可能接到之後 你還要再轉 這就是浪費一段的時間 就會慢 對 棒球就是爭取時間 然後去封殺它這樣子 所以你在你右邊 中間右邊一點點 接到球之後就直接 手套擺的那個方向 就往那個地方丟 平飛球的話 如果說太平的話 你可能要必須先去追球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去算了 你可能接到球 要第一個動作 馬上回傳給內野手 那如果說你時間夠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是打高飛球 那我們先看 然後球是在我們差不多 前面的兩、三公尺 那我們可能就一個 就要助跑的兩、三公尺的力量 然後可能要看看 然後球快要到的時候 然後一、二、三 接到的時候就變成一步 就要馬上回傳 是 對 這是有比較困難一點 接到的時候 你還有一個墊步 接到以後一個墊步 還有一個墊步 但是這是一個助力 讓你傳球的距離會變長 更有力這樣子 然後你這樣 你看 一、二、三 接到然後再往前 這樣子 懂不懂 所以一般接到球的時候 最後這個墊步 你在跳恰恰 恰恰 在另外一邊跳 對 就是說這個墊步 剛剛我步伐好像有點混亂 怎麼回事呢 其實這個 我想你可能會接 要看到有沒有 一、二、三 接到 可能你在接到的時候 接到那一上 那個腳 剛剛好是左腳在前面 接到然後跳一步 然後往前 對 你丟給我接 我記得試試看 沒有…你那不對 是怎麼會變這樣子的 是左腳 左腳 接的時候是左腳 左腳在前面 左腳然後往前跳 對 這樣 可是總覺得 找一個有慧根的好不好 映誠 映誠 你還穿51號 我是 真搞不懂你 你還有臉穿這個衣服 我是佛盛賢的球迷 你也是那野手就對了 對 我不是外野 對 才是 對 對我們來講 右邊方向 左邊方向或者後面 當我們跑到旁邊 這樣接到這個拚飛球 我們會小跑步 就是一個煞車 是 但煞車之後 你還是要有一個重點 你必須要往前面再... 往前面蹬 然後再... 再丟 千千萬不要小說服 接到說這樣子丟 好 千萬不要... 這不是... 外野不像內野 我們必須要傳得比較有力量 對,比較遠一點 然後傳得更有力量 然後比較遠 然後傳給內野手 去做個後續的動作這樣子 像左手邊可能就會比較... 比較有那種... 怎麼講 你可能接到 有的人會回來這樣子 但有人接到 順勢轉身嗎 順勢這樣子轉 這個都是個人的習慣 但沒有一定說這樣子不對 這樣子對 那你自己的習慣呢 我自己的習慣 其實我兩邊都會 就是看那個球的位置 對 如果說你可能很強的話 可能如果是說前面的方向 我跑的話 我可能就會轉過來 如果是斜後方的話 我可能接到... 比較順勢 對,比較順 然後我必須要這樣子 對 是 所以這是看球的方向在哪裡 你接到之後 小推步 然後接到... 反正又往前面的方向 你多電擊步沒有關係 這沒有差到哪裡去 這一定是安打球 但你盡量快而已 接到 哇,恰恰也成長一次啊 不講... 欸,我手套啊 這樣... 沒有啦,沒有 那鷹者可能就是 因為主播嘛 很少在運動 這樣子 大家不要怪我 有... 內野底 他說做那個腰力的訓練 這樣子 一般我是不會讓球落地 腳夠快嘛 你不要遠身的痛苦之腰就這樣 所以這種動作 我是很少去做到 對,那剛才我再糾正一下 你剛才在跑那邊 如果是斜前方的話 往左邊斜前方 你接到球的時候 你煞車之後 你一定要往前面的方向 那剛才鷹者他就有一點就是 接到的時候他往這個方向 然後球丟這樣就沒有力量了 所以你接到球的時候 停住之後一定要往前面 往三樓或者往二樓的方向去 這樣才有力量 好,接到 轉過來 再往前面墊 傳,對 千萬不要轉過來之後 就這樣傳 對 這個是最不好的一個動作 就不要讓我找到 你有這樣傳的話 但是我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 我有做過這樣的動作 為什麼 因為打到職業球員了 他們就是不好 因為我們可能在職業球員 可能要快、要緊 那我教你們 最基本就是要這樣 你們多練一步 我相信球的速度會更快 對,那會... 教練會繼續稱讚 這樣子 好 我想前面的話 其實有很多在我從小到大 有的家人會教是 這個右腳在前面 然後在這邊接 也有的教室教這樣子 這也是沒有一定 但是... 沒有一定 是 因個人的習慣動作 對 習慣動作 我是這麼認為 是 對,那我的習慣是... 我的習慣是腳在前面 這腳在... 左腳在前面 手套前面 為什麼呢 如果假設我肉肩 我如果沒有把手套放在下面的話 我還有這隻腳可以彈到... 彈到...球彈到這個腳 它不會跑到後面去 是 它可能就是彈到在旁邊 那我還可以去撿 我就不可能會造成就是 場內拳內打的那種球了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麻煩 可能就是說 比如說往後 彈到拳內打牆的這個部分 這個有時候遇到的話 該怎麼樣來做一個 比較好的應對呢 我想在拳內打 我們會知道 在外野來講 我們會知道是不是拳內打 對 我們會看得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可能打出去不是拳內打 我們很早就知道 我們可以... 馬上會轉身 轉身等球下來 接到的時候 接到之後一樣的動作 接到之後一樣的動作 就是一樣的一個彈力 一個衝力就對了 往前面送 對 是 接著另外不要接到球 就隨便丟 不要隨便丟 這樣容易造成內野手會丟... 接到那種慢慢落 然後丟不好這樣子 對 好 好 OK 接球 多第一步 對 對 這個音哲就做得非常好了 有一點像林吳一郎 我們要不要再做一次 讓大家看正確的示範 好 好 哈利 哈利 我們不要... 就在這裡 沒禮貌 再一次 好 電影步 好球 就是這樣子 非常棒 今天在外野真的是 被黃金戰士陳志遠快訓練成一隻 黃金獵犬 什麼球都能夠撿回來給主人 不過今天非常謝謝志遠 又教我們外野手 可以說最後一些比較進階的部分 我剛剛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我覺得步爬的部分 就是在轉換的時候 我覺得墊腳這個右腳的部分 可能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對不對 對...像有的墊腳 有的人可能是怎麼講 像狗 有的是往後面 這樣後面的話會... 控制的方向會不好 如果你把這個前腳往前的話 都是正面 正面的話 你在丟的球會比較正 就是我今天親自體驗之後呢 自己敢動比較身體的地方 外野其實滿多技巧跟困難度的 對不對 沒錯... 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簡單 好 今天當然在結束之前 我要請問一下志遠 志遠其實你從小打棒球 鼓手、投手 有幾手、那一手都當過 那現在進入職棒 只要守外野 外野有沒有什麼乾苦談 或什麼好玩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就... 最痛苦的就是 對方打手一直打不出去 然後我們會說回去拿棉被 來泡...來泡茶 不是泡茶 棉被要睡覺了這樣 是最痛苦 那...就是這樣也好啦 這樣代表就是我們對方投手 很強啦 他打不到這樣子 那其實說實在的 最怕最痛苦的 大概就是接拳內島牆的球 怕去撞到那一撞 還有就是說 在左右... 中... 中、左、外野 然後可能中間的球 相撞去 有時候相撞的是最可怕的 對 一撞的話可能會撞到隊友受傷 甚至自己受傷 那有一些那種 待兵掌握就是 魚躍飛撲救球那種 對你們來講 做起來是不是很輕鬆 其實這個還是要練 對啊 所以這個... 我想職業棒球選手 給你們的動... 給你們看的動作 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像我們做這些基本動作 是我們反覆練習的千次 甚至萬次 所以這種動作 一定要非常的做扎實 那你才有... 才有就是往後 你在職棒場上的一些... 才可以這樣發揮 是 好,今天我們非常謝謝 陳志遠教練來到棒球教室 為大家帶來外野手篇的 非常精采的一個示範跟講解 謝謝你 我們下次棒球教室再會啦 拜拜 加油,拜拜 OK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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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